指尖流水,时光飞逝 转眼之间已开启了4月份的旅程 轮村这个时候是春耕波准的季节 而在城市中也一样 是各大公司企业招兵买卖的好时机 今天刚好到一家台资公司 随手拍下企业的招聘信息 所处位置是东莞启石镇 启石镇是东莞的一个小镇 占地面积为58.29平方公里 全镇人口约12万 顺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 前方一块醒目的广告牌 是一家鞋业公司 东莞是一个老工业基地 以传统加工制造为主 如电子、家居、服装、鞋帽、玩具、五金等 加工制造业居多 比较有名的有大林山的家具 大浪的毛质、虎门的服装等等 笔直的水泥路看不到几个人影 今天是周末早上10点左右 或许大部分人都还在休息 难得有个周末睡个懒觉 水泥路的左侧正在施工 清一色的板房 耸立在工地旁边 这是工地工人的临时居所 工地的工人大部分都是农民工朋友 我今天去的这个地方叫明星电子 是台自一家上市公司 AVC集团的分公司 齐鸿科技是全球最大的系统散热制造公司 主要以研发和制造CPU散热器 笔记本电脑散热模组 对导管和直流风扇为主 长期以来为三阳电器等世界级电子厂提供 ODM、OEM生产 并以台湾第三大企业广大提供优质的笔记本电脑散热解决方案 同时也是英特尔与AMD的最佳合作伙伴 生产基地位于台北、高雄、深圳、上海、苏州 拥有多条产品线 门外悬挂的横幅格外显眼 作为制造业以用工大胜的广东 在每年年初都是企业老板最难熬的时候 去年培养好的工人又辞职回家了 或者又跳槽不干了 所以年后的头等大事就是招工 在每年过年之后招工广告信息随处可见 在外照的同时也实行内招 号召全体资源介绍自己的亲戚朋友录职 并给予奖励 明星公司给出的激励是1000元奖金还不错 比起有些三五百奖金的公司要好很多 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招工真的很难 公司还在不断的新建厂房扩大生产规模 看来明星电子的业绩应该是不错的 除了显眼的横幅之外 门外也贴着招聘信息 东莞明星电子是AVC集团旗下子公司 生产电脑绩销 智能机柜 服务器 散热器 及座边配件 主要客户有华为 联想 戴尔 惠福等 现有员工约3000人 占地面积120余亩 是起司的龙头企业 简单介绍之后下面就是筹新标准 录职一个月后奖金1000元一个月 约综合工资为4500到6800元一个月 综合工资意思就是包含了额外1000元的奖金 我们往下看其实你会发现这个薪资并不高 招聘部门是冲压客 这个部门噪音量非常大 可以说是特殊岗位 冲压客超级员底薪为1920元 录制一个月后变为2920元 这里的2920元并不代表是底薪 而是1920元底薪外加1000元奖金 这一点不要搞错了 在核算薪制的时候非常重要 周一至周五工作日8小时之后 加班酬劳为14.84元每小时 周末为19.78元每小时 其实这个薪资标准就是东莞最低的薪资标准 东莞市目前最低工资标准为1720元 则算乐工资为79.08元 则算小时工资为9.89元 非存了至职工最低工资标准为16.4元 工作的加班工资不能低于14.84元每小时 休息的加班工资不低于19.78元每小时 最后一格为月收入范围4800元到6800元 要拿到6800元并非易事 另外在时速一条中 公司每月分摊员工时速成本300元 员工伙食自费仅需12元每天 水电费40元每月 个人理解为除公司分摊之外 人还需要交360元每月的伙食费 以及40元的水电费合计400元 一个月满打买算按6800元来计扣除自费的400元 以及无险的200多元 到手工资最多6200元 每天工作12小时或12小时以上 每月全勤到手6200元并不高 而且在薪资结构上 这里面的大部分都是用时间换来的加班费 这只不过是给了东莞最低的标准薪资而已 台资公司有个特别不好的地方 就是请假扣除的薪资特别多 而额外加班经常是免费或者给的很少 不知道台湾那边薪资结构如何 跟广东比起来到底差在哪 差多少 工作很多年 我们通常讲的是年薪月薪 但却很少人关注时薪 月薪以及年薪 其实加招着很多额外的时间在里面 就等于说自己因为付出了更多的时间 才收获了更多的薪资 月薪以年薪是存在欺骗性的 很多招聘信息写着月薪八千一万 但真的录之后 发现并拿不到这个薪资 而且无休止的加班加点 有些规模小的企业没有买养老保险 更不可能有住房公积金 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录持工厂 收入低时间长 流水线工人学不到任何东西 只能无乐无夜像机器一样运转 现在的年轻人更愿意去做快递小哥 外卖小哥等较为轻松的服务行业 2019年1月 美团公布了2018年外卖骑手的就业报告 这份报告记忆目前11.8万名骑手的调查问卷 其中超过77%骑手来自农村 主要以80后90后为主 男性占比高达92% 报告显示骑手工资大于5000的超过30%的人 现在很多年轻人已不再愿意进场工作了 同样很多创始人的子女也不愿意接手父母留下来的产业 这或许是他们觉得制造业太过辛苦吧 工业区边上的河流 以严重污染变成了一条墨水河 在引进大批工厂进入 在不断拉升GDP的同时 环境治理也成了一个棋手的大问题 环境污染形势依然严峻 雾霾天气多发 城市河岛水体黑臭垃圾围城 土壤污染危险处置 以及农村环境污染等问题突出 污染治理任重道远 取得了经济的高度增长 失去了大好环境 走在城市的道路之中 感慨城市的千变万化 城市发展的热心悦意 这都离不开外来人口守扮演的角色 大量的外来人口进入城市 为城市的发展 阻力了新鲜的血液 特别是农民工朋友 平地而起的高楼大厦 一砖一瓦都是农民工辛苦休息的 由于知识以及技能水平的不足 农民工进城只能选择一些对文化水平 以及知识门槛比较低的职业 比如工地工人 工厂留守线 运作员 搬运工 以及各行各业的零食工 近年来 大量农村赋予劳动力转移到城市 为当地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廉价的劳动力 降低了生产成本 提高了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促进了商品的出口 除了为城市提供了低廉的劳动力 同时也拉动了商业 交通 油店 金农业的发展 大量农民工进城 增加了对粮食 副食品 以及热肠消费品的数量需求 据测算 大城市每增加10万名流动人口 每天需增加5万公斤出餐 10万千瓦时电力 2400万公斤水和730辆公共汽车 农民工朋友对工资的期望值相对不高 对工作条件 劳动强度 劳动报酬 社会地位没有太多的要求和考虑 他们从事着很多城市居民 不愿意干的工作 比如 掏下水道 环保工人 建筑搬运 家庭保姆等等 这些农民工的到来 为当地的市民生活 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可以说没有农民工 就没有现金这么大胆的发展 对农民工来说 通过进城打拼 他们也获得了自己的一份收获 以前在家种地 一年辛苦下来 收入也就一两万 如今夫妻两人进城打工 即便在最基本的岗位 一个人一个月四五千 都是正常现象 两个人一年也有不少结余 来到镇中心逛一逛 顺便吃个午饭 这是启示镇的中心地带 虽然比不上一线城市的富丽堂皇 但也是车来车往 周边工业区工作族都来这里消费 正中心的店铺都为上半族而生 这里有非常座的餐厅 手机店铺 服装店 商舱等等 这是一家茶餐厅 简单介绍一下这里的菜市以价格 结合自己所在地区的物价 做个对比 看一下这个物价 对于你所在的地方 是高还是低 各样感觉这个价格是有点高的 衡量一个东西的价值标准 个人觉得不是富不富裕 而是来自物质本身 以物质本身作为参考 做出评判 而不是以富裕程度 作为评判标准 在外面吃饭都很简单 两个人随便吃个快餐 点菜的话容易吃不完 比较浪费 我点了个烧鸭饭 大概就是这个分量 赠送一份利汤 这份午餐27元 朋友点了一个牛肉饭26元 外加一包纸巾1元 这一餐吃了54元 这样的物价你能接受吗 在自香港中文教授郎贤平的演讲 中国改革开放造成了巨大的奇迹之一 就是形成了西方国家高工资低物价 而中国则是低工资高物价的新的经济现象 由于把中国的低工资和高物价集合在一起 把美国的高工资和低物价结合在一起 这就是中美两国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 要远远高于货币收入之间的差距 在实际生活中 美国工人仍然能够独自一人 养活一家事务口人 而中国工人夫妻一起没日没夜地干 养活一两个孩子都困难 时长还需要爷爷奶奶来接济 具体物价为何这么高 这一点我也不好说 原因应该有很多种吧 街道上有很多摆摊的 从门店内一直摆到马路中 有卖服装的 生活用具的 有卖小吃的 水果的 零零种种 晚上会更热闹 工作之余出来走走 顺便买点东西 做实体生意 人气很重要 人流多的地方 每面租金也贵 工业区周边 无非就是个好地段 这里聚集着大量的外来人口 衣食住行 这些刚需的 消费品质高的主流门店 自然成了这里的主角 现代社会 职业选择是多样化的 很少人愿意一辈子 干一件事 不管职业如何 对于收入 大部分人还是放在首位 丰富多彩的职业 为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选择 人的一生中 大部分时间 要从事一定的职业 这是个人为社会贡献 实现人生价值的 基本途径 也是对自己人生职业的 一种规划 从职业角度来看 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 满年换几种工作 但这种转换必须 预托移 整体的人生规划 盲目跳槽 只会让你的跳槽 越跳越没前途 树叶有专攻 就是这个道理 一个人的时间 以精力是有限的 摆摊也是一样 有些人收获颇风 有些人总认为 自己的产品不好卖 选择工作 最重要的就是 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自己喜欢做什么 虽然市场中有很多职业 可以选择 然而 只有做自己最适合的 才是最愉快的 也才是最容易做好的 穿过马路 这里有一家卖二手车的 都是一些小面包 上面贴着转弄二字 现在也有很多 线上二手车平台 比如广告打得很响的 瓜子二手车 优信等等 2018年6月27日晚 优信登陆纳斯达克 成为首家国内登陆 美股的二手车电商 透过美国二手车市场分析 中国二手车市场 以美国相比 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 美国二手车 销量远高于新车 以及利润也远高于新车 在中国 大部分人都比较喜欢买新车 一是中国二手车市场不够成熟 里面门到多 二是有些人觉得买二手的东西 也不体面 每一个人的内心 都有一个对公司好坏含量的标准 栽制一些网络的评论 按公司来分 最好的无疑是欧美企业 工资高 管理人性化 但工作压力也非常大 其次是日本企业 福利兼比欧美企业 最后是韩资 台资 港资等外企 以前台企港企 骂人最多 现在好很多 很多公司重要岗位 也不再有台干担任 换成了以公司 一级增长的老资源 这不单单是对来自 不同省份的同事 能力的肯定 也是对大伙的一种信任 有网友调侃到 韩资 港资 新加坡企业的抠门程度 绝对不在台资之下 起码是一个党次的 是真的这样吗 我只知道台企里面 阶层很明显 比如穿的衣服不同 吃有员工餐 有干部餐 住分台干宿舍 副理宿舍 课长宿舍等等 最后是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有很多 不遵守劳动法 事无忌惮的延长工作时间 制度不规范 当然还是老化 凡事都有特例 欧美企业也有差的 民营企业也有很好的 凡事不可以说死 补充一句 我在这里所说的企业 指的是制造中的各类企业 其他金融 IT服务业 这一块不了解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期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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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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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